方法有兩種 一個就是直接用邏輯判斷 所以我這邊有寫好的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個就是這個回圈的範圍 就是它的範圍是從第五列 我先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叫安養中心 然後第五列一直到它的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一列的寫法就可以寫成這樣子 我從Range A4向下偵測 那向下偵測的寫法就是 找到Range A4 那個儲存格電 打個1 1的話指的是它的Ctrl向下 就是最下面 刮弧 方向的話是向下 偵測它的列號 列 列就Raw OK 它告訴我最下面一列 假設是103 它就回來就103 那用這樣的寫法 好處就是它會自動抓到最下面一列 這個還蠻重要的 OK 尤其資料量多 因為前面我們是資料量少 可以知道最下面 那如果IF 它的哪一籃呢 它的D籃 跟它的E籃 所以D籃70 AND 特別重要 然後呢 用一樣的write E籃裡面的兩個字 等於北式 所以邏輸跟剛剛是一模一樣 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居然 符合標準 不符合標準 OK 那所以輸出的話 基本上就輸出到居然 有沒有 我試一下給你看 直接輸出 OK 全部就完成了 那當然呢 除了用這個方式之外 我們也可以把它改成剛剛講的那個方法 安養中心加一個底線函數 那我直接怎麼樣 在這個中間 直接把什麼呢 把 剛剛的 一樣是居然 只是說不需要這麼多邏輯判斷 因為邏輯判斷在這裡面判斷 那我就直接怎麼樣 把剛剛的 這一個 有沒有 這個公司複製一下 然後取消 裡面如果有單引號 跟這樣一個雙引號 改成兩個 那為了避免做錯了 有時候我會這樣的 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這邊來 這叫記事本 然後再用什麼 取代 一個 取代成兩個 這樣會比較快 尤其是有時候那個公司裡面 一堆那個 雙引號 那你怎麼樣 一個從頭到尾慢慢改 太太麻煩了 乾脆直接按全入取代 好按一下就好了 你會發現 就取代完了 那你再把這個有沒有 複製 貼到程式裡面 這樣就保證不會錯 因為有的時候有的同學 改了一個 漏了下面一個 那就 沒辦法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再把它貼到 這個 雙引號的中間 再改什麼 改那個I 因為這個I是5 所以你找到5 記得喔 先分開來 再串接 再放個I進來 那因為串接前後一定要空白 所以你就這樣空白 這樣比較好了 所以有個tempo 你就把那個tempo 弄熟了 以後閉著眼睛都會 但是就是要知道 不用實際 用理解的 有沒有 先切開來 再串接 再放那個I 再把那個串接符號前後加空白 那不就是一個習慣的動作了 做熟了 就差不多了 後面還有個5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頭跟尾 C 把它5貼上就好了 做完了 對不對 做完之後的話 那你就直接run一下 如果沒有錯的話 那就恭喜你應該看到的結果 就會是我們要的預期 應該不會動 不過差別是說 剛剛輸入的是一個文字 現在輸入的是一個公式 而且這個公式會自動往下跑 OK 那最後還有個制定函數 插入函數有沒有 使用者制定 按確定 他會跟你 不對 按錯了 應該是插入函數裡面是 安養中心函數 會跟我要兩個 所以記得 Function後面有個刮戶 刮戶裡面有個年齡 斗點戶籍 年齡 戶籍 他就接收到了 接收到說 return return給誰 安養中心函數 所以按確定 他就把結果放到這邊 頂多是你要向下填滿 就完成 這個應該 有印象 這個我們前面有做過了 所以 這個我快速的把它run一遍 插入一個什麼 Function 名稱叫安養中心函數 兩個資料 兩個格子 再把這兩個 放到這邊 判斷 輸出給誰 給他自己 那就完成了 OK 所以大概會有 三段的程式碼 那我一樣 會把這三段程式碼 放在雲端上面 給各位參考 因為時間關係剛剛好 十二點十分 那我們就準時下課 OK 好 今天的話 先到這裡 那如果各位有細節上面的 不太了解 把那個雲端白板 記熟啦 雲端白板 另外的話呢 還有 我會把那個 今天上課部分轉檔 放YouTube 記得啦 反正一定要耳濡目染 花時間 也許你現在沒有那個 Fu 主要是因為 你沒有花時間 有的時候你聽久了 反正 久了之後 就會很自然 可以把這些東西 所以以後呢 你學好之後 你以後 想要什麼自動化流程 就可以跟著你的感覺 你想要做什麼 就全部做完了 OK 這個地方我想今天先到這裡